我 我就發現地上有一塊磚頭 我就拿一個磚頭 mark住那個位置 我說這個位置是嗎 OK 他就 他也看到我 他也算 他說你會走就會走 不會走呢 你也不會走 就算我把一個大石頭放在那邊 你也走不到 那個Auntie莫名其妙的 就不要賣我飯 那我還問他為什麼不買我飯 他說你很壞 你昨天燒死了某某人 我要成為五零八主 大家好 我是顏炳亮 我演戲已經演了26年了 你們還記得我嗎 顏炳亮曾經是正規海軍 但一直嚮往第八藝術 當年他看到新廣演員訓練班 招考演員 就決定試一試 結果一演就26年 顏炳亮1983年加入電視台 參與演出的電視劇有 大內雙堡 天涯同命鳥 奇緣 鐵井雄風 我愛黃金屋 天蝎行動等等 中學畢業後 我就加入了新加坡海軍部隊 成為一名正規軍人 離開部隊之後呢 我就加入新加坡一間著名的業總會 叫做迎新業總會 成為一名外勤員 主要的工作就是負責 接待那些藝人 燈臺藝人 辦理一些手續 執照的問題 那時候我也參加了 立地呼聲的華語戲劇組 主要呢 是製作一些廣播劇的表演 我還記得中學的時候呢 我也參加過一些學校的戲劇活動 我一路來對第八衣術是蠻向往的 剛好1983年新廣開辦的第五期演員訓練班 我就這樣去參與他們的面試 終於呢被他們錄取 1984年我就正式地成為了簽約藝人 回憶二十六年的演藝生涯 顏炳亮有不少難忘的經歷 像是拍第一部連續劇《貝酸》 還有常常演古裝劇的煩惱 我簽約的第一部戲 戲名是《無家有子》 我還記得當時有一位攝影師 是老愛罵的 幾乎每個新演員都被罵 那我也不例外 當時可能是新人的關係 所以在走位方面 在表演方面都蠻深色的 所以是被罵 然後呢 他很喜歡用酸溜溜的口吻來跟我們說 什麼訓練班 你們訓練班是這樣訓練的 老師沒有叫你們走位這些嗎 那我也不管了 後來被罵了幾次之後 NG了幾次之後 我就發現地上有一塊磚頭 我就拿一個磚頭 罵住那個位置 我說這個位置是嗎 OK 他就 他也看到我 他也酸 他說你會走就會走 不會走呢 你也不會走 就算呢 我把一個大石頭放在那邊 你也走不到 結果呢 我就證明我走到了 然後呢 他看著我 他也沒有用稱讚的口吻 他說厲害了 厲害了 厲害了 就走了 可能是我的外型有點像古人吧 所以幾乎每一部古裝戲 我都會參與 我不是拍攝古裝戲的戲 還是他的角色 但是我是很受不了新加坡的氣候 來拍古裝 我還記得有一部戲叫大內酸寶 我們的外景是在新加坡的萬里實況場 還有那個燈彬利的沙場 那時候的場景是冬天 冬天的雪景 我還要穿到很厚的棉袄 然後爬那個石礦山 還有爬那個沙場 然後擔場還要放很多的棉花 那些白粉 製造一些下雪的景象 那個時候真的是 啊 有口難言 最舒服的時候 就是導演很收工的時候 馬上把頭當拆掉 把扶椎拆掉 然後坦在冷氣巴士裡面 享受那一刻的快活 就是這樣 所以你現在講起古裝 真的是有點怕怕 顏炳亮演過好幾個漢奸角色 有觀眾罵他好壞 不做他的生意 也有人大讚他演得好 他更是以漢奸角色擄獲不少海外影迷 我還記得1985年我參加鐵蝴蝶的演出 戲裡面我是演一位漢奸王馬子 那麼在劇中呢有一幕呢 是我燒死的劇中的一位女主角 那麼隔天呢 在播映的隔天呢 我去Candy買飯的時候呢 那個Auntie莫名其妙的 就不要賣我飯 那我還問她為什麼不買飯 她說你很快耶 你昨天燒死了某某人 哎沒有法走 我就跟她笑笑的說 我們在演戲嘛 但是呢有時候演壞人也有被受寵的 因為整部戲裡面每個都是好人 只有你是一個壞人 所以呢你會特別被人家注意 我還記得90年代吧 90年初吧 我去上海拍外景的時候 那時候上海乾坡王天涯同蜜鳥 那麼同樣的我在天涯同蜜鳥裡面呢 也演一個漢奸 那個這個角色呢是蠻突出的 因為我是整個光頭 然後她播出之後呢 在上海蠻受歡迎的 所以呢 我每天走在大街小巷啊 還是逛商場啊 都很受人家的注意 他們都知道 我是來自於新加坡的一位演員 然後去到哪裡 都受到他們的烈烈招待 烈烈的歡迎 這就是有時候演壞人的好處 不是演反派 就是演父親 總是只當綠葉 顏炳亮雖然有遺憾 但還是有幾部自己相當滿意的作品 雖然這麼說 但是有好幾部戲也滿值得我懷念的 比如說鐵井雄風 劍牙同命鳥 白色厚傳 大內雙寶 劍魂 還有後期的好幾部實專劇 雖然她戲裡面的角色不是很重 但是她的人物滿有突破性的 所以滿喜歡的 一個人在一間公司待了26年 如果會離開 國外有三個問題 一就是年紀問題 二就是健康問題 第三就是心血問題 那五是心血問題 2004年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公司採取的 所謂的鋪頭合約 所以很多新金就重組 那時候很多的福利就已經沒有了 就是十字拿回 你拿回去的薪水 然後它是每年合約更新的時候 都會減一點 每年更新的時候會減一點 減到最後自己受不了了 覺得還是離開好 雖然離開電視圈已十年 但現在還是有影迷任的 顏品亮感到很欣慰 我離開電視台之後 我有到過東馬薩拉岳 和當地的一些朋友 搞一些幕後的製作 然後同時我也搞一些房氣塔 經濟 到目前我還是一個 有來生的房地檔經濟 雖然離開電視台 轉十年了 但是在外面 還是有些影迷還認得我 去買麵包 那時候我是戴著口罩 那個櫃台小妹妹也是說 問了我一句 說你好久沒有演戲了 我說我戴著口罩你也認得出我 他說當然認啊 我從小看你演戲也都大 這時候看是心裡滿安慰的 雖然離開了這麼多年 還是有很多朋友還認得我 所以說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想我應該還是會有錯 無怨無悔吧 遠了這麼多年 也看盡了人生的甜霜苦辣 現在只要平平安安快快樂樂就好